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CEO书房 本周的CEO书房要讲到一个时间管理 这个是拿回时间掌控权 做每天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美国的作家Richard Noten 他是一个连续创业家 就是这个创业家的话 你看他这个就是很有效率 所以他一定是很会利用时间 他曾经被列为40位最优秀年轻的商业人士 就是这个时间真的是很重要 我的话是一个做事情很快的人 大家看到我讲话的速度什么等等 我做很多的这个事情 但是即使是这样现在我也觉得时间不够用 因为时间真的是大爆炸 真的是太快太快太多太多了 你要怎么分配时间呢 所以这个作者认为 首先以中为时 你要做任何的这个事情 不要只是做一小件事 你要看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那你达到最终的目标 你要从这边再回溯回来 你假如说你现在做的事情 没办法达到你最终的目标 那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他有的人讲说 这个这句话是很有意思 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弹性 而非工作生活的平衡 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说是这个 就其实是很不平衡的 所以作者第二个讲 不要依偎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所以有些人经常讲说 哎呀CY你不要那么累啊 你应该多休息啊等等的 就是说所以我 我那是不一定那个 这个赞成这个事情了 那他这个作者的话 他就提到说 将这个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现在就变得很重要 你要决定这个priority啊 所以放着把这个目标 这个要把它这个确定出来 那么呢 这个作者呢 就说你目标为中心啊 所以你目标为中心 达到护城河 你就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工作围绕着他 其他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可以把它暂时放一边 像我现在在做的 很重要的事情 我在打造一个 东南亚影响力联盟 那这个目标呢 事实上非常的精确 所以我做的很多的事情 我的时间分配都跟我这个有关 像我最近又除了越南以外 我又进军到了这个新加坡 有人说你怎么能够做 那么多的事情 因为我把这个目标 这个确认出来 然后呢 这个就是排除委托外包 不想做的事情 我现在跟我底下的人说 你那些芝麻蒜皮的事情 找我底下的人 不要找我谈 那很多的这个事情 我就外包 委托给我这个策略伙伴 这一方面的时间 那作者呢 提到一个这个专案堆叠啊 就是说他是就是说 他意思就是说你要 Synergy你要做ABCDE的话 你这个ACE啊 这三个可能是有一样的 所以你就 你不是做五样事情 可能是做三样事情 为什么他这个叫专案堆叠 就是ACE啊 你之间彼此有一个共通性啊 那他另外呢 这个作者呢 他这个提到了 就是说是这个工作与生活啊 这个同步啊 就是说是这个这个 让工作与生活的这个目标呢 事实上是一致 我自己呢 所在做的事情 这个我在猜想啊 就其实我是有同步的啊 我在做的很多的这些的这个事情呢 是跟我的这个 包括我的这个休闲 包括我跟这边的人 都跟这个工作 事实上是有关 所以有时候我所做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很喜欢看书 我在陈平买书啊 其实买书的时候 我所做的这些这些的工作呢 对我来讲是一个休闲 但是呢 其实跟我的大目标 还是有结合的 那我自己平常去吃饭 找的一些人 我也会有选择 像我现在觉得说 你要跟我在一起的话 跟我这个大目标有关系的人 我可能给你吃饭 那没有关系的人 我可能就给你先抱歉 那么另外的话呢 他讲的这个专家外包 这第三个作者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很多是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 这个懒在自己的身上 就以前我是经常这样子 势必公卿 但现在现在不要这样自己 我现在 我甚至跟我底下的公司的人讲 就是说 你要用我 只能让我做老板的事情 千万不要让我做秘书的事情 千万不要让我做经理的事情 意思是什么 这个专案细节的讨论会议 对不起 你们去讨论 不要让我参加 那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工作是对外的演讲 我是用策略的连结 我是跟老板握手 我是接受访问 我是做最高层次的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然后最后第五个 快闪部队 快速完成复杂工作 我用很多的实习生 快速的完成复杂工作 这个我很喜欢 追求多产 不要追求完美 我有一个法则 叫70%法则 以前我做什么事情 我是处女做 以前做什么事情 都要90分 甚至95分 我现在不要 我现在的话呢 就是70分就好了 但你不能50分 50分就不几个 也不能60分 60分不够好 所以呢 这个他这边讲到 提出更好的问题 这像JGBT 就是提出更好的问题 所以我在跟很多人 开会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有启发 因为我很会问问题 我就聚焦 就是说是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第四点 让时间成为目标使命 今天就是我的一切 所以我在所有工作的时间 我是奋力奋力的这个工作 但是我是把这个效率呢 能够看怎么样 能够到最快 那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就是说是 因为你现在这个世界 也太复杂 知识大波爆炸 又像JGBT 所以每个人的时间 真的是不够用 那这个 这个呢 就是破解习以为常的 管理思维 反正我们对时间的认知 他提出了很多实验的 实践的这个理论跟模板 但其实最重要的点就是 你是要有方法 就是以中为时 你要有个大目标 然后你要排除那些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的工作跟生活 所有这些都是要 连结你的几个专案 最好有一个中校 那这本书的话呢 我都觉得现在 对任何的这个人来讲 你都要看到 就我认为 懂得利用时间的人 会将来成功的人 注意听我的话 所以你如果懂得利用时间 你会超越你的平常的人 你可能比他超越他 1.5倍 超越他2倍 我祝福大家 懂得利用时间 阅读本书 反时间管理 好的 以上是本周回各位介绍的好书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